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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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完行李后 先从西堤岛上的圣母院登顶 去年游客太多来不及登顶 今年使用JetifyApp预约登顶省了不少时间 寻找钟容怪人里的怪兽 听着美妙的钟声 俯瞰巴黎市井 可惜2019年4月15日圣母院发生重大火灾 只能庆幸在大火前目睹两次圣母院的全貌 现在只能看影片和照片回味了 从这里可以省望巴黎市区还可以看到远方的圣星堂 踏一下圣母院广场前的原点 真的可以重返巴黎耶 真的可以重返巴黎耶 来到巴黎赏英 绝对不能错过圣母院的樱花 4月中旬刚好赶上樱花盛开的时节 圣母院后方樱花树开满了粉红色的惊奇 这里的樱花真的是太美了 不少人坐在巴黎经典的绿色长椅上赏银 如果时间够的话可以带食物来这里野餐 享受被粉红幸福包围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斯比亚书店 沙斯比亚书店 位于文人学者都流连忘返的拉丁区 书店附近有知名的巴黎大学群 如同海明威所说的 如果你更幸运年轻时待过巴黎 那么巴黎将一辈子跟着你 因为巴黎就像一场流动的饗宴 罗浮宫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赛纳河边 原本是法国的王宫 现在是一所博物馆 2017年我们使用Parents Museum Pass 进去参观两次 这一次我们就欣赏外头的建筑群和金字塔就好 亚历三大三世桥 被视为巴黎最美最华丽的一座桥梁 连接巴黎右岸的香榭绿色大道地区 和左岸的艾菲尔铁塔地区 和我们一起漫步寻找金城武的足迹吧 艾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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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哦 艾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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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菲尔铁塔